哈喽大家好我是冠宇 今天想和大家聊的是 马刺2023NBA选秀大会选秀减评 那马刺说错了第一方 请大家指正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吧 今年的选秀大会的赢家 其实从乐透抽签以后就知道 马刺肯定会是其中一只 最终马刺也不出意外的用本届状元签 选入Victor & Van Yama 另外再用第44顺位选入 同样来自法国的CDC Soko 当然在选秀当天也不只是这两个操作 马刺还在选秀大会的时候 将自己的第33顺位赤轮签交易到灰狼队 换取灰狼队2028年赤轮签 以及首次的爵士队2030年赤轮签和现金 这个操作其实在过去聊马刺的影片中就有提过 也就是马刺队今年是不可能三张选秀签都用来自选 毕竟这样的话 球队名党将会相当拥挤 而且把相对需求不大的签往后压变成未来资产 是更符合马刺队后续的操作方向 然后在选秀当天又和Serge Barrier Rice签下双向合约 与Self明的Glogan Johnson签下Exhibit 10合约 然后再和Charles Badiaco签下训练营合约 那这里稍微解释一下这三份合约的区别在哪里 双向合约应该就不难理解了 简单来讲就是球员即使该自球队发展联盟的球员 同时也是该NBA球队的球员 证明球员可以参加NBA球队的训练营和45天常规赛 其中45天的时间包括球员在NBA球队的激活名单上的填数 与球队一起出征的日子或参加球队活动的填数 比如训练和视讯 NBA球员不超过4年的球员都有资格签下双向合同 然后训练营合同也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这球员在训练营期间的合同 训练营结束组到期 系统没有任何保障的合同 球队随时可以裁掉它们 而相对比较复杂的就是Exhibit 10的合约 其实这比起说是另一种合约 更确切的说法会是一份NBA合约中所附加的条款 简单来讲是指球员被某只NBA球队踩掉后 如果签约该球队下属的发展联盟球队并待满60天 可获得5000到5万美元的奖金 这期间该球员的所有权属于发展联盟球队 但在常规赛正式开打前 NBA球队有权将这份合同转为双向合同 按规定 因此NBA球队不能有超过6名球员签下Exhibit 10的合同 而没有下属发展联盟球队的NBA球队是无权开出这种合同的 此外Exhibit 10合约是一年底薪且无暴涨 不得提前续约或重签 但在转成双向合约后 又可以再继续转为NBA正式合同 Exhibit 10合约的奖金不进入NBA球队总薪资 但会进入到NBA联盟总薪资 以上这一段能看出其实Exhibit 10合约 主要是给球队增加更大的灵活性 同时为球员增添更多的选择 签下Exhibit 10合同也就意味着 球员被拆掉后统一球队的安排 愿意成为球队发展联盟指派球员或是双向合同球员 那么简单理解后 再回过头来看看马次队在选手达会的签约 考虑只有双向合约签下的Exhibit 10合约 确定将会在下个赛季征战于马次队或是下属发展联盟球队 这里就给大家稍微简单介绍一下这名球员 先说结论 整体我个人是觉得还蛮值得的一笔签约 不过开始介绍前 先给大家看一个回合 不知道这么看下来 大家会不会和我有一样的感觉 那就是这个新秀的投篮甲动作怎么那么逼真 其实在看的当下 我遇到他已经是要投了 要知道我们还是以旁观者的角度来看 更何况是在实际赛场的时候他的对手 这个投篮甲动作真的会很容易就骗到防守者 Sir Jabari Rice的进攻是更侧重在无处端 基本上就是一名砍分手将的定位 从他的一些比赛片段 可能发现他在创造出手空间这方面其实相当成熟 一季让防守者很难去抓他的进攻节奏 本季在Texas大学是作为第六人出战 也是为什么本季Texas大学能走远很重要的关键 虽然未来在NBA应该会更多在无处端贡献 但为了具备64的身高 他其实有可能可以从1号位打到3号位 虽然我不是很看好就是了 毕竟还去撑起主控的位置 即使有点playmaking能力但真的难以担死中人 而打不到3号位 虽然是我对他的防守能力存有一些疑虑 甚至这么说吧 打2号位我都不是很确定他是否能稳定贡献 毕竟在大学时期投篮命中率整体都不是特别稳定 大好在令人安慰的电视总体看下来三项投篮命中率 都还可以说是水准以上 甚至3分命中率在大学本季能有37.1%的命中率 而刚才还提到不确定是否能看到3号位的防守能力 其实未来进到NBA以后 4角BerryRights的防守有可能顶多就是无攻无攻的类型 要守NBA中的后场权问题应该不大 不过整体仍旧需要增重 并且许多防守细节还有带磨练 那么讲下来 可能有球迷会开始觉得他有点像罗尼沃克的感觉 毕竟都是有许种以上的创造投射空间技巧 但稳定性和防守都是比较欠缺的 而且考虑他还没有罗尼沃克的运动能力 加上下个赛季还将迈入25岁 有球迷不看好他也是正常的 但罗尼沃克好歹当初还是马次用索轮第18顺位选下的 我个人是觉得以双向合约签下他 并且未来即时转进也应该是作为替补来用 整体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 更别提他的处风 不知道有没有球迷感觉真的蛮像罗尼沃克的 其实Segelberry Rice本期大学的队友是有潜在成为 2024年乐透去潜离的代权新秀 比喻敌了Mitch和Taris Hunter 但本期来看很长的时候 他依旧是场上最具影响力的球员 而且他是从高二彩开始打篮球的 走到现如今 所呈现的确实进步幅度相当大 能想象如果放在一个队的环境 队的定位去培养 要说摸到罗尼沃克的等级确实也不难 而马斯队还没有划上任何的选秀签就签到 整体来讲至少真的不亏 那么真的进入到选秀的部分 马斯队毫无疑问是本节选秀大会的最大赢家 技术群里可能会觉得马斯队没能在选入Victor & Mayama的同时 在这样手上所囤积的 未来资产包一包往上换去选新一名 可以电高一号位上线的代权新秀 有点可惜 我刚开始也这么觉得 不过转年一想 其实也没有必要在这一阶选秀大会 就把所有的问题解决完 要找来电高一号位上线的新秀 未来选秀大会也依旧可以做到 即使索斯古 Handerson和Victor & Mayama同队的画面 还真的很让人期待就是了 并且他的天赋同样也是即时等级 但问题是马斯队即使能两个都选进来 培养的资源是否足够这个要去思考 就现在这个时间点 专心培养Victor & Mayama 也更像是最符合情况的操作 而且再不及 马斯队也同样可以找老牌控球 陪帮Victor & Mayama成长 也是一个可以思考的方向之一 更别提一号位目前还有非常扎实好用的trade rooms可以用 所以没有在本节选秀大会解决一号位上线不足的问题 其实也没有想象中的伤 从今也不是透过一节选秀大会就可以完成 是真的需要时间的一个东西 好的东西就是要等待嘛 而Victor & Mayama的部分也没有什么需要多提的 毕竟大家都相当熟悉了 而且更多具体的东西真的是要等他打了 看看马斯队急于他什么定位再来聊更实际点 这里只想要强调一点 那就是很多群民会担心Victor & Mayama会不会随掉 然后相等于就是马斯队今年的状元切浪费掉了 不过我们换个方式思考 在面前摆着一个有即时等级天赋的星球 让马斯队有可以围绕重建的即时 并且未来有可能可以成为联盟中最好的球员 难道马斯队有不选的理由吗 即使Squid Henderson相对来讲会是一个更安全的选择 甚至Brandon Miller所带来的几战力同样也是有被低估的成分 但马斯队如果不选Victor & Mayama 未来真的给他打出来 我是很好奇目前这一组球团管理层还能不能继续待在马斯队啦 所以不管怎么说 选入Victor & Mayama真的是马斯队与状元切的情况下需要做的 而且以他的天赋 即使水掉我个人是觉得最多也就是没能打成大家预想中的样子而已 有八次的臂斩 常人中罕见的机动性和移动能力 加上目前所展现出的大范围斜方能力和风盖是有绝 进而所能带来的虎框能力 能确定是Victor & Mayama再来到马斯队以后比起进攻 我是更看好他马上展现出他防守端的价值 而且根据马斯队总管Brandon Wright的说法 其实有不少球队对我来选家看看是否能交易得到状元签 唯一的就是选入Victor & Mayama 所以在有这么多球队都看好他的情况下 其实Victor & Mayama这个选择或许也没有想象中风险那么大 况且球队市值的提升 目前马斯队因为选入他进而得到的关注度 整体来看这个选择都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如果真的是有水掉的风险 马斯队也不宜为了迎接Victor & Mayama做出那么多的准备 甚至还召集了马斯队传奇等级的球星 比如有Tim Duncan David Robinson Sean Elliott与Manu Genobili和Victor & Mayama共进晚餐 种种迹象都表明马斯队是相当看好这个监队基石的 那么关于Victor & Mayama是否能抗得住NB层级的对抗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没有多少需要讨论的 Victor & Mayama对于身体的照顾程度 比如雇专业团队来监督 甚至在热身上的一些调整过去也有介绍不少 并且本期在发甲联赛真的是打好打满 应该是不有多大的问题 总的来说 恭喜马斯队得到了重建基石Victor & Mayama 而本届选秀大会选进了另一名新秀 就是第四诗诗顺位的CDC Soko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同样来自法国的他 所以马斯想让Victor & Mayama感到更亲切尽而做出的选择 这个新秀的球风真的也会是马斯球迷所喜欢的 虽然本届选秀大会一聊到以赖球队 大家首先会想到的都是Squade Henderson 甚至Lennon Miller 但在这些高关注度的大选新秀身边 CDC Soko依旧让不少球迷关注到 可能这名新秀大家会觉得在一看有点像Jeremy Sohan 但稍后讲完 相信大家就一定能看出两者之间的差别在哪里 CDC Soko这名大选新秀进到NBA以后 还有很多成长空间的地方会是在进攻端的部分 目前确定可以转换上NBA 同时也是进攻端最大的卖点估计就是快攻转换 身高6.8 B站6.10的他 是具备强篮板以后直接下球推进的能力 同时在党裁中不管是磁球或是作为罗门军都可以 而目前会决定他上线的 我觉得会是他运球后的Pull Up投射 尤其缺乏运球后的三分出手 使得他没有办法有效的拉开场上空间 甚至执行挡材的威胁力也相对好防守 而CDC Soko会让球迷觉得 球风有点像Jeremy Sohan的点 估计就是因为他在位置的多元性以及可转换性 这是符合目前每个球团都在找的现代侧椅 他的横移能力足够快 此行能防守到后卫 然后又有足够的身高B站加上动力去守到侧椅 甚至地位防守能力也是很不错的 基本上他说他能从1号锁到4号 相信也不是太夸张的说法 而且防守断线不错他近战的单防专注力 他对球的传导以及弱边的防守仪式 也大大提升了整个防守威胁力 虽然的确是很喜欢起跳 并且还经常让对手搏得反规 但相信来到马斯队以后 这个坏习惯要改掉也不予是难事 整体来讲 杨树莱即使摸不到上线 包底都会是一名能从一锁到四的好用3D 而Jeromisohan就相对没有那么看得到 未来雏形的骑行种 这也是两人本质上最大的差别 可能有球迷会记忆他是否能练成堪用3D 毕竟本季在赢奈出队的三分命中 也只有30.10% 但定点投射的姿势相当稳定且流长 相信要提升到联盟平均值 应该也不是特别难的事情 毕竟本身就能投 以马斯队手上所要培养的人选来看 新训练估计会需要他更多 在发展联盟和马斯队两边跑 而CDC收口是非常有机会 成为马斯队低速率套进的代表 或至少说蛮有可能可以 作为出队好用的角色新出源 未来的一部分 好的那么关于马斯2023年NBA选手大会议的选手减评 大致整理的资料就这么多了 不知道大家还有哪些看法呢 关于这些选手大会议 大家觉得马斯的表现怎么样呢 欢迎大家留言轻松聊 出让我知道你们的想法 另外喜欢本期影片也不妨点下 超级感谢支持我呀 本期影片就这么多了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